我 别急 再等等 叔母 少商在余身边数月 素来温良恭俭 人善豁达 从未有何不妥之处 叔母 今日欲来 便气势汹汹 更想积压少商 行事未免过了 我不过是管教晚辈 懂得何为孝道罢了 成家亲人太甚 在女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 连姑舅程阳侯府都不曾派情提 简直不祥 今日程阳侯身体有恙 不能前来 命夫人代为操耻 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 臣家第一次嫁女 难免有所疏漏 况且在去灵侯府摄宴一室 子慎也请示过肾上议下 若老王妃不信 不若命人去询问肾上 如何 责罚晚辈 此等区区小事 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 皇后 你也太没主见了 皇后自有主意 王妃随口批评皇后 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 你才放肆 我们说话 也能得到你插嘴 后见陛下 后见陛下 王妃随口批评皇后 王妃随口批评皇后 今时不如月分言令 此等奴婢就该狠狠长嘴 保管下次不敢再顶嘴 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 三句话不离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老叔母 陛下 这承绍商满口胡言乱语 有辱皇家体面 你不可再纵容她了 方才老王妃还说 区区小事不必劳烦圣上 如今倒是也麻烦圣 反了反了 这小女娘 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 这简直要造反 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 陛下面前 你也要指手画脚吗 我何曾指手画脚 恳求长辈疼爱 不是小辈应有职责吗 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 难道绍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 子盛才去求亲的吗 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 嫁臣了吗 你少拿玉昌说话 玉昌就是让你们必出家的 你是死人呀 他们编排孙女 你怎么不知识啊你 就闭嘴吧 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 若不是你整日故动玉昌 老夫早给他责一个郎区在家 何必去管理赤库 我家玉昌 比这程家女娘强百倍 我问你 前几日 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 怎么算 子盛心腹 你起来回话 多谢岳飞 回禀陛下 臣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 只是实话实说 老身敢启示 老王妃启示有什么用 你可在场 是我听见还是我看见 紧禀程阳侯夫人一面致辞 说不定 你也是被蒙骗的 现身 敢以性命发誓 陛下 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 说程阳侯夫人 有谋害林将军之心 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 狠狠地责罚她 你起什么事 你素来行事不断 还是与程阳侯夫人 岂是更真些 老王妃 此言诧异 我可是老老实实 听长辈吩咐定亲的 与程阳侯夫人这等 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 她吃货家的 用货家的 寄居货坟身旁多年 扭头趁人不注意 就顶替了货坟的位置 所以 程女起得是可行 她起得是不可行 妾虽出身低贱 可也由不得程少商 这般诋毁侮辱 陛下若不发话 妾身只有一死了之 夫人壮烈不甘受辱 令小女子赞叹佩服 程阳侯夫人 若十几年前 您也有如此壮烈之举 霍芬也就不会愤而决婚了 今日的许多事情 恐怕就不一样了 此生 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 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 岳飞说得是 岳飞 霍勋华是什么人 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 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 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 我跟霍君华的恩怨是一回事 可他从未对不起林家 对林毅更是情深义重 从头到脚的帮扶 可林毅呢 妻儿身死不知 未满意面 便跟着淳于是不清不楚 他对得起霍家吗 当初他们母子流离失所 霍君华把皮球裹在了紫婶身上 审下的口粮也给紫婶吃 那时林毅生在何处 他正在张罗着 迎娶季妻呢 待霍君华寻回来时 已瘦得旧剩下皮包骨头了 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他 是的 他是平行不堪 但是他也不是侍卫好母亲 他从未对不起紫婶 那紫婶更不能对不起他 去讨好淳于氏 就是陛下发话也不行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今后淳于氏 非赵不得入宫 我看见这种人 就觉得心酸恶心 陛下 淳于氏行事再不断 你是老申的救命恩人 今日你们羞辱他就是羞辱我 若不给老申一个说法 我今日我就 要去死啊 那太好了 那可太好了啊 不要到外面教训喊怨 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 老师就让他们都看看 陛下是如何对待 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姝母 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 陛下陛下陛下你看你看 就是这么一个丰富 一有不如意啊就要死要活的撒谱 当初我说修妻 你跟我说遭康之妻不下堂 还跟我出什么馊主意 说是分居不修妻 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事 你说说我 连道德青我都读不清楚 我做什么苦修嘛 好好好 我不休息 我决婚行不行 我要决婚 我被你伤害 玉女 操实家务 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你们既然 既然敢这样待我 你 你 坚持是不可理喻 陛下 陛下 老夫实在受不了了 实在是受不住他了 使不得 使不得 叔父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冰妃啊 朕有意要为难你 眼下兴生如雪 此时你若开口的决婚 休戚 造康之妻 那那些如生 还不定这么议论哪 叔父最爱热闹 修行干什么 照我看呀 应该让老叔母 去三才冠修行养性才是 你 岳飞说的 倒也是两全之法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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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样老王妃年迈昏馈 是有疯癫之举 之使军前十一啊 那就送去三参观 好好地休养吧 陛下 子盛啊 多调遣一些人手 好好地照看他 不要再让外人 去打扰了 是 陛下 来人 好身照顾老王妃 是 是 你们都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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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负我 陈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 那陈阳侯夫人 也去好好地照料他吧 从此以后 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 这 今天是子盛大喜的日子 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 前几天收了几堂好酒 甘香蠢烈 喝他一碗 走 喝酒酒 走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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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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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